邓伦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在电视剧里出现了,前段时间还能在综艺里扒拉出他的身影,近段时间是综艺里也见不着其人影,本以为他可能默默凉了,没成想,他却悄悄带着新剧路透照向我们走来了。 原来,消失的这段时间里,邓伦是心无旁骛地搞正直取了,瞧,新剧《夜旅人》中的民国扮相,饮食西装,风度翩翩,脱掉西装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挺直的身板,镶嵌在半敞开的白衬衫里,可谓从头到脚都在散发魅力。 当然,最让人欲罢不能的还是他跟妮妮这组湿发的路透照,画面中两人湿着几缕碎发在额前,妮妮勾着邓伦的脖子, 做事要亲上去,邓伦则双手搂着他的腰,满眼深情地正视着他,一个眼神就把暧昧感拉到极致,让阴雨天野洋溢着浪漫的气息。 不得不说,邓伦的苏感和性张力真的很绝,一抹微笑,一个眼神就是一个故事情节。 严格意义上来说,邓伦不算传统审美上的帅哥,但他就靠着与生俱来的氛围感创造出了极属于他一人的气质。 这种邓伦式的性感有多撩人,看清妮妮的这个举动瞬间瞄动。 在两人世气时,面对邓伦迷乱人心的眼神,妮妮却突然害羞地双手捂住脸,笑场了。 这个下意识的举动就能让人瞄懂邓伦的眼神戏有多绝。 相继的画面中,妮妮捂着脸,笑到不能自已,身后的邓伦还是一脸宠溺地看着他,笑得还非常的酥。 说实话,光看这张力满满的路透,就让人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了。 而且据说,这部剧的经典爱情场面还有很多,到时候,我们完全可以在剧中窥探到专属于邓伦的魅力。 故事主要讲述了在1936年与2016年的时空,交错于上海的一座699号老公寓,将两个被爱遗忘的人,民国律师盛晴让和现代女法医宗英紧紧连在一起。 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场命中注定浪漫至极的奇迹爱情故事。 邓伦出演的男主角盛晴让,是民国时期的律师,儒雅温和,老派正直,内心有一种积蓄力量的平和。 原著中,男主从小被寄养,亲天不疼,后娘不爱,全凭自己的毅力,出国留学,成为内心隐忍强大,勤心健胆的老派绅士。 好不容易凹出头,又遇到战乱,还时不时穿梭,没未来,没明天,谁也不知道明天等待她的是生是死。 这样美强惨的人设,多少需要演员身上,有一定的坚韧感跟破碎感。 这两种矛盾的特质揉杂在一起,才能让人物灵通。 而这种特质邓伦刚好都有,无论是相秘力战损后的续凤,还是新剧路透照中战损的盛轻让, 他那双丹凤眼里,总能传递出一种坚毅的脆弱破败感。 眼神里所表露出的绝望,伤感,坚定,都能恰到好处地抓住观众情绪,戳中内心。 这种斗争和自我挣扎过后的凌乱破碎感,让大家体验到了一种肃杀的美感。 这一美感也能使人物更加鲜货饱满。 而妮妮出演的女主宗英,是现代的一名女法医,性格冷静果敢,作风凛冽,为人有一种近乎单纯的执着。 原著中的女主外形靓丽,可惜,在她上了小学时亲娘就死了,亲爹不管事,后妈又一心盼着她死。 总之,她跟男主两人的绅士是惨得半斤八两,没有最惨,只有更惨。 众所周知,妮妮在新时代的中国女星当中颜值是排得上好的,气质上,她既有一种民国是上海女人的洋气,性感和妩媚,又具有够洒的现代女性气场。 这几年出演的作品,风评也都不错,跟邓伦两人站在一起,更是CP感满满。 光看这些路透,可以说一把子期待其此剧播出的时间了,希望重回正直的邓伦能在这部剧中发挥出最好的效果,把那些封存已久的魅力尽情释放,让大家沉浸在追剧的快乐中。